Hardy 各位現在是小弟 老天門又來了 那今天這一集我們很開心 我們可能又是全台首發的 拿到這個產品是 圖拉斯的支架殼 而且他這一次的支架殼是 金屬的而且是從側面翻開的 那很感謝這個商品是 那個朋友李董 這個全台最會 最愛又會最會玩圖拉斯 保護殼的男人他所提供 所以我們再次感謝他 讓我們可以看這種殼 然後他這個殼他是從大陸 大陸的那個 淘寶的網站買的他們官方的 這個網頁 那因為他現在通路在賣很亂 我還是建議說如果你要買 你要去就是去淘寶買 他那個旗艦店他是官方的 然後他的價格 這個都是官方的贈品 看這個包裝盒跟運送都是官方的 然後他的價格 大概是800塊台幣 800到900塊之間 所以其實他並不貴喔 他說圖拉斯這個殼很貴 又怎麼樣喔 我跟你說其實 圖拉斯這種價格 我覺得在支架殼裡面應該是 你如果不是說他第一名喔 我覺得很難找到其他 跟他一樣好的 因為他真的是品質很好 又做得非常棒 而且他最瘋喔 就他很瘋狂喔 Never stop 你看他從以前的支架 有什麼背面 Megasafe翻開的 底部翻開的 他現在側面翻開的 各式各樣的翻開的 所以今天我們這一集來看說 這個殼到底又是有什麼樣新奇的 就是有什麼亮點喔 那這個產品呢 他是做左右側面的 我們先快速的來看一下說 這個產品的樣式喔 他是鋁合金的外框 然後是左右上下在翻轉的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很誇張喔 那他的包裝盒 現在他裡面呢 都是會有送這個 他的兩個貼紙 就是說他可以把這個貼紙 貼在機殼後面 或者有的透明款 你也可以貼在手機的背後 他這個貼紙我覺得也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我們就不看了 我們來看這個產品喔 那他這個 我覺得他這個殼 我當初在他官網看到他的圖案的時候 讓我想起了那個Spegan以前iPhone5的那個邊框 金屬邊框保護殼 就是說他是旁邊是一圈 然後他裡面是有一個塑膠套 就是他可以實行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摸這個手機啊 就是我們會希望摸到金屬的質感 所以他我現在在摸他這個外框啊 這個是金屬這個霧黑的這個質感 所以你摸下去是很冰涼 這個手感是最好的 然後他裡面呢 又是這種軟的這種 TPU的這種 砍在裡面喔 就是像我說的以前那個Spegan 有一個那個Neo Hybrid的那一種 的設計 就是裡面是有緩衝的塑膠軟墊 外面加一層這個金屬框 所以他可以實行到你 我們覺得現在手感最好的就是金屬的嘛 所以他的輕量化以外就是 觸感跟冰涼這種感覺是最好的 那他的這個 他其實這邊是有一個貼紙喔 他的這個拆裝就是說 從這個靜音孔這邊喔 就是這邊可以這樣子把它翻開喔 這邊可以把它這樣翻開 所以你翻開了以後 他這個支架是可以 這個側面可以是這樣打開的喔 然後另外就是你的這個底面喔 底面也可以這樣打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太酷了喔 那我們先把這個 他這個操作的這個說明書 我們先把它撕起來 我們來好好的講說這個殼的 外觀跟設計喔 那我就先把這個撕起來 他這個貼紙還有很貼心的 用一個說明書給你看喔 那我們就不看喔 所以這個殼喔 我覺得 這個圖拉斯真的很瘋喔 很瘋狂喔 很瘋狂喔 他做這個殼 真的是超厲害的喔 他第一個 他這個殼的背面 他是這種霧面磨砂 那我跟你講說 圖拉斯他的這個做工喔 我覺得他這個在大陸 他是Made in China的嘛 所以我覺得他的工藝技術 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他這個霧面的磨砂 這個質感很漂亮 而且他的MagSafe就是 你在看的時候 他是完全是砍在背板裡面喔 這個不是在外面喔 他是砍在背板裡 可是你翻過來的時候 你發現 這邊也摸不到MagSafe喔 他的MagSafe 是在這個夾層裡面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超級厲害 這個超漂亮的喔 另外他這個銜接縫隙 這個什麼都做得非常的精準喔 還有就是我說這種完美的手感 就是我很喜歡這保護殼 它是平的喔 平整的 就是說他的這個邊啊 他的邊摸起來是 你看他這個邊都摸起來很平整 很舒服啊 你在摸的話不會去刮手喔 沒有刮手感喔 所以這個是 我把它打亮一點給你們看喔 這很厲害的設計喔 他的這個邊啊 這個細節做得都非常好喔 這種你在握的時候 在握的時候不會刮到手喔 然後他裡面這邊是這個 塑膠的一塊塑膠皮 然後外面是一層很薄的這種 金屬喔 霧面這個烤漆的質感 非常非常好 然後他這個按鈕 跟這個邊框是一樣的顏色喔 這個我看一下也是獨立的按鍵喔 這個按鍵一定會非常好 開孔的部分都非常的大喔 充電孔其實這個也非常大 很多人說這個會不會不好充電喔 其實他這充電孔做得非常大 所以不會喔 然後他還有前導的這個設計的喇叭 我覺得圖拉斯真的瘋喔 這真的超強的喔 然後他其他的是中規中矩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應該也是有 1米2的這個防摔能力喔 另外他圖拉斯最厲害就是說 他不管做任何的這個開關 關節的支點的部分喔 你看他摸喔 是完全摸不出有 這個我們摸不出有那個銜接啊 所以這個就是人家圖拉斯的技術的所在喔 這個摸起來完全 你這個摸摸不到那個時候有那個刮手感喔 銜接非常的完美喔 這邊有支架 還有這邊有支架 他讓你摸不出來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這工藝的技術喔 真的是圖拉斯真的越來越厲害喔 那他的這個 我先看一下他的這個開關就是 我說他是從這邊嘛 這邊這樣翻開 這樣翻開 他第一段是這樣翻開 這樣側面的喔 第一段是這樣翻開這樣子 側面可以這樣子放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把它關上來以後 而且他這個做的很服貼喔 關上來以後 另外第二段這個是直立的 他可以這樣直立的這樣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很厲害 然後他這個可以開關的地方呢 我們以前我說那個speaker那種 他是可以整個框拔掉 那他沒有喔 他是上方有黏住 所以他這個支架這邊在跑的時候 上面這邊是黏住的喔 這個不會動的 那你側面 你側面這邊在拉開的時候喔 這邊也是黏住的 所以他不會脫落 所以這個是非常厲害的設計喔 還有這個就是他的 Logo圖拉斯的Logo在這邊 那有很多國外的網友說 這個什麼邊框會變形 沒有喔 這個邊框做的超級好 我現在看這個品質是非常非常好 哇那這個殼 我光看到這邊 我就給他100分了耶 而且這個在拿 這個手感超級好的喔 我很喜歡這種平的 然後這個又很簡約 所以這個殼 我光看到這邊 我就建議大家 如果你喜歡 趕快去淘寶去買 這一個殼 我覺得是我現在看到現在 我覺得圖拉斯的系列 這一個我最喜歡 這一個我覺得 尤其他是金屬的 我這個摸起來好冰涼喔 好 然後我再看一下 這個鏡頭框 這個都好 好有質感喔 素素的喔 你看他做的是一個超素的 我覺得超漂亮 他這個背板 有一點像那個 Catalyst的那種背板 可是我覺得更細更綿密喔 然後他這邊有這個前導的喇叭 哇 那這個殼超棒的 那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來測一下他的重量喔 我現在在摸也是蠻輕的喔 看一下 好看一下你們這樣看不看得到喔 46克喔 那畢竟他這個是有金屬的喔 那我說為什麼比較輕是 你在拿的時候 因為他這個金屬感 讓你有一種 好像有那種輕量的感覺 就是比較沒有摸到塑膠感 所以他的錯覺 他雖然46克 可是你摸起來 卻感覺很輕喔 而且冰涼的 46克喔 46.1克 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喔 畢竟他這個全部都是金屬的喔 好 然後這個質感 我覺得金屬的質感 是最漂亮的 這個霧黑消光黑的質感 好 那我們現在裝看看喔 我們先來看他的安裝 好不好安裝喔 然後這個殼 當然啦 他這個霧面的 我覺得他也比較不會沾指紋 薄一些 刮痕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就不清潔了 我就直接就安裝了 那我就直接用力的 哇 而且他非常的 非常的好安裝喔 我安裝下去的時候 我發現 哇很快就放進去 哇 這個殼超級漂亮 而且超薄的 而且我拿在手中 好像我拿著一個金屬的手機殼啊 哇 那這個手感 我就給他100分了 我勸你們 這個是趕快去 國外去買喔 這個超漂亮 而且超厲害的 哇 那這個殼超有質感的啊 這個摸起來超舒服的 我現在摸起來這個外框 是金屬的 哇 這殼也太漂亮了吧 然後背面又是這種霧面 他這摸起來 就不會黏膩喔 就是 你整個摸起來 好像一個一體成型的金屬殼 然後我們先測一下說 那他拆裝 好不好拆裝 那我拆的話 其實他這個是塑膠的軟邊喔 所以我這樣一拆 你隨便這樣拆 就是很好拆裝 所以他的拆裝的部分 我覺得是 非常好拆裝喔 甚至你這樣用力推就出來了 好 我們再看一下他的細節 我們來測一下他的這個 呃 這個 他的這個 因緣件喔 那他這個你們記得 他的這些可以拆拔的部分 你這個要把它裝好 然後他的這個 靜音鍵的開孔比較大喔 所以也是蠻好用的 不過因為他裡面還有一層 這個塑膠墊片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個 靜音鍵比較不好開關 因為他比較深 他的高度比較高 但是還是可以啦 還是蠻好使用的喔 然後他的這個充電孔 他也是 我是覺得他有一點比較 變得比較長 比較寬 因為他畢竟裡面有一個墊片 但是我覺得他的這個 充電的這個位置很空很大 我們來測一下喔 國外有的是說他們充不進去 但是我現在拿第三方的 我現在來充 其實這個空位都還很大喔 所以其實應該是可以的 你只要不要買那種正方型或大塊的喔 其實基本上這個第三方的充電線 都是可以的 是沒有問題的 哇那這個很舒服耶 很棒耶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按鈕 哇這個獨立按鍵 超級超級好按 哇那李總這次買這個就對了 這個 我可以直接講 我現在拿到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所有圖拉絲裡面 我覺得我用到現在跟評測 這個是最好的 那我就非常推薦這個 而且這個是金屬的 而且他有一個這種金屬的一個份量 按鍵什麼這些都非常好按 那我們測一下他的這個站立 站立的功能 我們再給你看一下他的側面喔 很酷喔 你看到的話就是他的這個正面 是有這個塑膠的 在你的這個螢幕的這個保護的話 他上面是一層這個塑膠軟墊喔 所以你如果要放在桌上的話 你也會去碰到這個塑膠的這一塊軟墊 我覺得這個設計好漂亮喔 然後這個邊看起來都非常的漂亮 你也不會去卡到這個鏡頭貼 哇這個真的很漂亮喔 然後他的這個鏡頭我們看一下 他就是切也是有切齊也是有高一點點 不過我不建議你們去貼鏡頭貼啦 因為一般這個他們應該是已經有設計好 那有能不能貼我就不測了 因為我這是沒有貼的喔 然後他整個就是這個背板也是很漂亮乾淨 然後我們測一下他的這個支架的功能喔 這個很簡單我們就往下這樣打開 你看他這個直接支架 哇這個設計超厲害的 然後他這個角度我覺得在看是非常舒服的喔 他這個角度而且他是可以調整的 他可以調整這個 調整這個你看的這個角度喔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然後我們看橫的喔 一般你們比較常看橫向的 橫向的也很好 橫向的我現在這樣看也非常的棒 橫向的就是這樣 而且他還是可以挑角度 所以你可以不同的 不同的角度去調整他的高低喔 四角的楊角喔 然後你不要 你不要看的時候 你再把他這樣推下來 然後推下來 你就是把他卡住喔 那你卡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把他推上來 就是要把他 對齊這個塑膠的這個 銜接處把他卡緊喔 那國外是有很多的這個 人反應說會不會說不服貼 或一些變形喔 我現在拿到這個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好 沒有像他們講的那麼爛喔 這個殼我直接給他100分喔 我沒有評到說 我這個殼可以 這麼快就給他說100分的 那這個我覺得很好 那這個殼 我就非常推薦 那我們來測一下他的MagSafe 那這個圖拉斯 其實他的MagSafe 歷年來的每一個殼 也是非常的強喔 所以我是覺得圖拉斯這個公司 我覺得太恐怖了 越做越好 然後你看他這種平的這種手機殼 其實他在吸這種MagSafe 非常非常的老 很老喔 這個很牢固喔 然後 側面的話也非常的牢固 側面也非常好 然後因為我這個Murphy的是 比較刁鑽的 如果這個Murphy的都非常好 其實你其他的都不用擔心了 這邊都是有在充電的 所以是沒有問題 那所以這一個 哇 這一個圖拉斯的這一個 保護殼 我居然鵝了個這樣 那這個裡種應該就是 他會自己用了吧 我最後做一個總結喔 這一個殼 我先講說 我就給他100分喔 我先講一下說 第一個他的這個手感 我覺得很好 就是他外層是一層是 這個金屬的鋁合金的這種觸感 我其實以前一直在找這種鋁合金的 那以前有的品牌叫K11啊 或者一些髮帽的 做那種鋁合金的 他的這個背面都會凸起來 或有做一些雜七雜八的很醜 那現在唯一一款有這種鋁合金外框的 可能就是只剩圖拉斯這一個保護殼喔 那這個就是完全有符合我要的喔 所以他的外觀很漂亮以外 他裡面還有一層這個保護 保護殼喔 那除了在正面放以外 你其他的在放的什麼 他因為都有這個矽膠殼 所以都是我是覺得很不錯 他整個設計都很好 簡約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他最厲害的 就是他的這個支架 他的支架從這個 這個什麼靜音孔這邊 他把它扳開了以後 他其他的部分是黏死的喔 所以他就可以馬上實現 這個支架的這個功能喔 那另外他這個支架是可以調整 可以去調整角度的喔 可以去調整角度你的視角 那除了側面以外呢 他的下方也是可以的喔 也是可以做的 也是可以做這個去調整 哇我覺得他這個創性以外 結合所有的一切的很好的功能 也不會擋到這個Megasave的時期 哇那這個產品我將是我給 所以他圖拉斯所有的這個產品裡面 我給這個第一名喔 還有用到現在的殼 如果你喜歡在找這個金屬外框的 我就給你們推薦這個喔 這個非常厲害 那所以這個殼我就給他滿份了 另外就是他的按鈕啦 各方面充電什麼都是非常不錯 這個殼如果我唯一要去挑缺點 就只有一個缺點就是 這個靜音鍵比較深 所以在開關的話 這個靜音鍵可能稍微會比較吃力一點 只有這裡 其他全部我都給他滿分喔 那但是這個其實你有指甲也可以 這個只是我雞蛋裡挑骨頭 但是這個我就覺得 是我現在用到現在圖拉斯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在觀望的話 我覺得還有你喜歡金屬質感 我就推薦這個圖拉斯的這個保護殼 那這個因為這個李董敢買的 這個就不能送了 所以就是只是開箱 那如果之後我們還有其他的圖拉斯的保護殼 我們再推薦給各位 再來跟各位開箱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喔 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